字幕提供 近年推出了很多懷舊遊戲機的復刻 我們上次介紹完《迷你超任》之後 我現在面前就有這個ATGAMES 由世界認證所推出的世家五代Megadrive復刻遊戲機 有什麼特別呢? 它來自了有85款遊戲 當中包括有45款是來自世家五代的經典遊戲 有14款是來自世家Master System 最後有7款來自Game Gear 以及有19款的原創遊戲 總共有85款遊戲 遊戲數量比迷你超任多 除此之外它還有一個特別之處 就是可以讓玩家們拆回當年世家五代的帶去玩 剛才介紹過除了可以讀到世家五代的卡帶之外 其實它還可以用舊版世家五代的手掣去播放 如果你生日的玩家又留下 就自然有懷舊的味道 如果沒有就沒關係 它就附送了一個有三個鍵 即是新版世家五代的手掣 但這個就是無線操作 要寫入電的 剛才也說過 這部世家五代 總共有85款遊戲 有這麼多款遊戲 假如你又沒有玩過世家五代 那我們應該玩什麼好呢? 剛才有些烈心同事 介紹一些他們那時候玩過遊戲 就有修防機 肥收大盜 金褲頭 四閘無話之星整齊 還有 Silent Force 二合 Virtual Fighter 這部電 TV還有什麼特別功能呢? 我們現在就試給你們看 打機打得差不是問題 經常卡關就預料了 這部世家五代Megajay Flashback 它是一個導彈功能 就算死了也好 按住手掣上最長的按鈕 它就會幫玩家倒數回7秒之前 人生可以從來7秒 一次過不到就用10次 沒問題的 大家總有一天都可以爆料機 剛才也玩了這部機一會 不然是小總結 優點方面 我覺得這部機有些位置做得十分之出色 例如可能是它可以招用舊手掣 可以讀回舊式的遊戲帶 對於一些上了年紀 六一輩的收藏家來說 是十分之開心 因為這部機就不用插VGA線 你只要用HDMI線 就可以駁回現在的電視來玩 十分之方便 不過缺點方面 我個人就有少少問題 就是它送了兩隻無線手掣 有時候會有延期的情況出現 可能說你不斷按鍵 但那個鍵沒有反應 不過就很貼心 它就是一個導彈功能 我剛才也說過 可以幫你回去七秒之前 不過這些操作就要少少時間習慣 總而言之 這部迷你世家五代 玩了就十分之開心 心動不如行動 有興趣的朋友 就自己去遊戲店買吧